国防部耗资60亿令吉的LCS滨海战舰计划 最近的焦点从丑闻主角转到了有爆料者身份的拉斐兹身上 他在几天前被警方传召 同时遭警方扣押手机协助调查 虽然手机被扣查了 但是呢 拉斐兹就表示 由于没有登录面子书的权限 所以目前呢 没有办法发布长篇文告 等他重新获得访问权限时 他将会在几天之内揭露更多有关LCS丑闻的详情 另一边乡 公正党新山谷会议员阿克马今天下午前往反弹会报案 要求当局调查阿杜拉底夫在LCS项目当中的利益冲突 以及大笔资金的去向 同时他也促请当局应该要对在纳的身份展开调查 因为机查报告显示 大笔资金外流到的两家离岸公司都跟在纳有关系 他担心在纳对阿杜拉底夫来说 可能像是扮演着像刘特佐在1MDB丑闻里的角色 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LCS计划的许多地方 他也提到大马公司注册局显示 在纳与阿杜拉底夫在同一间公司 而后者呢 也曾经转移股份给在纳 所以不能够再隐瞒这个人的身份了 阿杜拉底夫真心想要洗脱冤屈 就应该公开在纳的身份 不能让他像刘特佐一样消失 公正党新山谷会议员阿克马 今天到反贪会报案后向媒体表示 前来报案是希望当局可以将调查方向 聚焦在滨海战舰丑闻上 包括首相署部长阿杜拉底夫 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以及资金去向 并非出于政治动机 阿克马也指出 他昨晚翻阅反贪会官网时发现 竟然没有阿杜拉底夫 申报资产的详细资料 他说如果阿杜拉底夫想为自己证明 就必须公开申报财产 包括他的生意股份和收入 不过阿克马坦言 目前只有两个人 可以对阿杜拉底夫下达指示 Yang pertama adalah Perdana Menteri sendiri Kalau betul Dato' Sri Ismail Sabri nak bersihkan isu ini beliau perlu mendesak Dr. Latif untuk isytiarkan harta secara terbuka dan yang kedua yang sebenarnya ada kuasa adalah Tansi Mewudin iaitu Pengurusi Perikatan Nasional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